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唯有运动 治愈一切人生 美国科学家曾经用了35年的时间 对400名成年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研究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坚持锻炼的人在智力和反应方面 明显高于很少运动的同龄人 运动能改善不良情绪 使人精神欢愉 还能有效预防和治疗神经紧张 失眠 烦躁及忧郁等等症状 早在2400年前 医学之父西波克拉底就曾说过 阳光 空气 水和运动 只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运动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还记得那个79岁还踢台走秀 爆红网络的酷帅老大爷王德顺吗 1985年49岁的王德顺 开始健身 游泳 速滑 几十年如一日 这股毅力令人敬佩 虽然如今已经年过八十 脸上写满沧桑 但在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的老态 肌肉依然有力 身躯依然挺拔 而这一切都是运动赋予他的 谁都希望能拥抱青春 却又总是待遇行动 我们时常是一边羡慕着别人 一边又久坐久卧 抱饮抱食 等年纪到了各种老毛病犯了 才会叹一句岁月不饶人 其实运动永远也不嫌晚 运动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 也是锻炼身材的最佳方式 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 迎来过一位78岁的老奶奶 看上去却仿佛只有40出头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老奶奶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段 热情洋溢的舞蹈 节目中嘉宾询问 这位奶奶是怎么保养的 看起来这么年轻呢 她说 最重要的还是心态要好 要运动 我觉得是舞蹈 让我保养得这么好的 运动应该是世界上 成本最低的自我生殖方式了 它直接作用于外表 提升气质 又能积存一个人 越来越多的自信 哪怕只是每天坚持跑步30分钟 时间久了 你都能惊喜于 它给身体带来的变化 运动是对抗岁月 最好的武器 坚持运动认真生活的人 永远都不会老 澳大利贺本说 女人的美丽是跟着年龄增长的 有些人还年轻着 却已经老了 有些人已经老了 却还年轻着 天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 中国最美奶奶 她叫白金琴 现今75岁了 她60岁才开始运动健身的 有人问她为什么 她说 因为我失去过健康 15个年后 无数次的跑步 拉伸 普拉提 跳绳 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有无数次的咬牙 硬撑 当汗水滴落至地板 化成一次次 无法细数的痕迹 她一点点活成了自己 梦想中的模样 白金琴的身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活也随之而改变 她活成了同龄人 不敢想象的样子 有人笑称 她是70多岁 活成了少女 而本身 就是十几岁少女的人 却贪成了葛优 运动 永远也不嫌晚 坚持运动 终有收获 运动能够锻造你的身材 修炼你的容貌 改变你的大脑 重塑你的生活 去运动吧 趁着时光正好 不辜负 每一个当下 下面这些运动小知识 值得收藏 一 运动前要做好准备活动 防止肌肉和韧带损伤 二 早晨是人体最空旷的时候 也是减肥的最佳时机 可是却不能空腹 长时间运动 因为这时人体的血糖浓度很低 运动量过大很容易造成头晕眼花 甚至是呕吐现象 三 五间运动的时间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到六点钟 因为这是身体精力比较充沛的时间段 属于人体最适宜运动的时间段 四 晚餐后一小时再做运动比较好 可以在运动后适度补水 但不要再大量补充食品 以免影响消化 以及睡眠 另外不建议在晚间十点钟以后做运动 否则神经过于兴奋 肌体疲劳 会很难入睡的 五 运动锻炼强度不是越大越好 特别是对刚刚开始锻炼的人更是如此 身体需要休息和复原 六 剧烈运动后不宜立即休息 不宜马上洗浴 不宜报饮 不宜大量吃糖 不宜马上饮酒 不宜马上吸烟 七 要选择合适的锻炼场所 避免在太潮湿炎热的地方运动 八 身体疲劳或者生病时 比如重感冒 就不要强行锻炼了 以免加重病情或者发生意外 九 饮食要适当 不要在吃饱的情况下 马上从事锻炼活动 十 运动中一定要配合呼吸法 运动效果才更显著 在肌肉受力时吸气 放松时呼气 就可以了 十一 运动是身心和身体结合的运动 当你伤心难过 生气时 不要用运动去发泄 十二 步行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方式 适应各种人群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或者在留言区和我们互动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